每一條電線都是伸展臺 活動筋骨也磨磨牙齒 泰國曼谷市區的電線 二零五年九月就曾因為被松鼠咬斷 造成市區大停電 連總理府的會議都因為停電中斷 今年1月南投府裡發生山林大火 同時有上百戶停電 直到那火破滅後 才發現一隻疑似被電昏的台灣猕猴 臺電事後也證實是 猕猴誤觸高壓電引發電壺效應 釀成火災 加上基隆和高雄連續發生動物誤觸 誤床導致停電 難道台灣的電網真的這麼脆弱 有發生的部分我們又把它列為我們的一個紀錄 台電表示目前架空的裸露電線都有包財包覆 也將供電電線桿上的裸露開關設備改為背負形式 減少動物碰觸造成跳電 也會加裝驅鳥氣防鼠網等設備 避免動物碰到配電設備 專家認為台電要做的除了設備的太舊 換新加強防護 也需要增強員工培訓 減少疏失 不再讓停電重複上演 歡迎新聞黃建營 廖子萱台北報導